Hello,我是老雷 我带上个电脑,我们来听歌吧 一个朋友推荐给我听的 这个歌手叫李思雨 歌叫不知该怎么称呼过你 然后我再开了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 直接 出现了一个红太阳 不过 仔细看其实比较像那个 美国的那个电影 Apocalypse Now 不知道你没看过,好好片子 我直接放了 哇,好hype,好开心哦 一些南方,诶,张家店 一些风景 全是南方好像 村庄,城市 然后是演唱会 看起来有点土 彩色 这个是审美不一样 不知该怎么称呼你 我们挺想知道这个 你是谁,对不对 出现了 直接给你看了吧 知道他是谁吧 什么叫你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呀 笨笨 他叫习大大 你还不知道 好 习大大跟老太太老先生握手 拉着手走好开心哦 看起来有点尴尬 走进 走进我家里 走进我家里 请问 什么人会希望 自己的国家领导人走到自己的家里 就是 我是德国 这个 他不是在柏林吗 他不是在柏林吗 我希望他留在柏林 他好好干活 前往别来我的家 我的家 我做主 这个是我的地盘 这个是应该是国情不同 我就不理解 谁想跟习大大喝茶或者啥 好好干活呀 他 我哭到 看米缸 这个是黑他的吗 这个是高级黑吗 什么看米缸 这个让我想到了什么 就是 美国的那个网页 叫 Kin Jong Il looking at things 就是黑那个 金正日 那个网页挺逗的 这个看起来一模一样 这是高级黑的那种范儿 好 喜大大跟他们握手 笑着好开心哦 好 耶 我在你心里 我怕的就是这个 我不想在谁的心里 反正不是国家领导人的心里 你在我心里 你爱我们老百姓 我们老百姓 深深的爱你 我在想 我们老百姓深深的爱你 你爱到这种地步 你还不投票吗 反正我不爱 这是肯定的 国情不同 他们好开心的 一直很开心的 好 喜大的出现了 不能喊大口号 什么中国梦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口号 反正不能喊 也不要定了一些浩高雾员 不要服务中间的 就是要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 分类之道 精准服务 他还不知道这么称呼他 他叫习大的 我的手在你的手心里 在你的武警手心里 在你的城管手心里 你把我与时装进 装进你心里 我家长 欧运 心底 你 欧运 我都不敢看了 知道吗 你自己遇见穿风 连到我心里 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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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你心里 你在我心里 你爱我的老百姓 我的老百姓 深深的爱你 爱你 好了 不能看了 这个东西呀 我在想这个作者 是林彪那种人吗 我 都不想看了 以前 老百姓 我 把你